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break break一样嘛,所以特别注意,如果你是break 像刚刚的程式,假设你可以把它i小于100 那你如果要break的话,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加一个break 如果当i大于99的话,或者当i等于100 反正这个条件的话,你可以按照你比较OK的逻辑 因为有时候不一样的思考方向会有不同的逻辑 我前面有讲过,那不是说我看到我的写法对你的就不对 没有啦,反正只要是符合逻辑的写法都OK 但是你不要写错了,本来要大于变小于 那他永远跑不出来了,就无穷回圈了 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呢?continue前面讲过,可以跳过 只是说continue这种写法比较少写 OK,那其他还有这样,再来就是99乘法表 所以99乘法表,假如说我要把它改写成fire的版本的话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写的那个版本,是for版本 就跑出来的话,不过它可能宽度的关系 这要把它拉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把它写成用fire回圈来修改的话 那其实只要改什么,改三个地方 但是问题有for i 跟for j 没关系,你可以分开改 你可以先for i 先改 然后呢,再for j 也就一个fire一个for,可以吗?可以,没问题 啊怎么改?反正照那个固定的sop 比如说有的时候啦,你只要照固定的sop,绝对不会错 1,把i的词先出时的话,i等于1 然后后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注解掉 前面加一个紧字号就注解,这一行就不执行 然后你可以把它改成fire 当i的词怎么样,它是小于多少?小于10的时候,冒号 它才会去帮你run这个动作,ok 然后你在最下面一行,有没有 这边的话就在缩牌的最后嘛 在这个,跟着这个缩牌,这个缩牌对 这个缩牌的最下面,加一个i等于i加1就可以了 好,那程式就改完了 你等于是这个三个地方都改了 那程式应该也就按照我们要的结果跑出来了 所以三个地方,那执行给各位看 所以如果说假如你希望跑出来的结果 跟刚刚一模一样的话,你会发现有没有 跑出来的结果有没有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嘛,没有什么改变啊,对不对 因为它做的事情是类似的啦 只是for回圈是for i等于1到9 它是用range去帮你产生数字 但是换回圈是什么?它不是用range,它是用什么? 它是底下这个,i等于i加1 有没有,然后初始值在这上面 这边设一个判断式,ok 那另外的话,如果for trade的话怎么改? 没关系,你第一个把那个for回圈上面加一个追的初始值 追等于1 然后一样把这一行给注解掉 当然你可以把它删掉了,只是习惯先注解再来下面改 有时候比较不容易出错 file 当什么呢?当追这个值呢 小于,要进到回圈就小于10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9 还会跑 加到10 10的话就没有小于,那等于 等于就不符合这个逻辑 就false就跳鱼了 然后呢,在这个的最下面一行 就是哪个地方判断 就是在File回圈的下一阶 所以只要是它这边的下一阶 只有一行嘛 就在这一行的下面 再加一个J等于J J加1就可以了 这样就改OK了 所以改完之后的话 其实 有时候甚至 你可以可能不用太 这个 很认真的去改 其实也可以改得出来 反正这三个地方不一样 一二三 那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跑出来的结果 也是OK的 只是说有同学说 老师那画回圈跟File回圈如果都可以啊 用画回圈有何不可 对,真的可以 所以我发现有的人 真的就很习惯用File 你会发现 它的程式里面看不到File回圈 从头上我都用File 但是File回圈有个缺点 有没有看到 就是程式相对于File回圈 会变成 假如行数的话多两行 有没有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像我的习惯是程式越短越好 谁会希望程式写得越多越好 没有吧 OK 所以如果你想如希望程式精简 然后File回圈 OK 那如果说你希望程式越复杂 让他看不懂的话 那你就尽量写坏回圈吧 有没有 真的有些人 真的就是为了让别人看不懂 把程式写得很复杂 一层包一层一层包一层 一直包一层包 OK 然后也不写注解 就让你看不懂就对了 OK 有时候甚至我发现 光看那些程式 像我以前我干脆重写算了 我把你的程式看懂 我不如我已经自己重新写完 我已经写出来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别人的程式 不见得你一定要用它的 因为有的人 像我的习惯看人家程式 怎么看就觉得怎么怪 怎么看就觉得怎么不习惯 因为每个人习惯的写法都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反而我会 要不就是说我部分的地方修改 改成我习惯的写法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说我全部改 改成我看得懂的写法 不过这个当然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好 那所以刚刚这个追逐筒码表 我们把它改出来 所以刚刚加总的部分可以改 追逐筒码表改 改的方法都一样 三个地方 如果你只要掌握的话 那应该就不会有问题的 那刚刚改的东西就是 这个在云端的第三个单元的 第13页 这边就有了 那当然呢 我们刚刚主要是针对 上个礼拜的4维圈 去做修改 另外当然你那个信号部分 我就不改了 因为信号那部分都一样 你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反正看到4维圈 你只要改三个地方 一定都没问题 甚至这个以前叫Java的时候也是一样 反正不管 反正Java跟任何语言 其实都一样 都相通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写一个所谓的直数判断 所以待会想想看 什么叫直数判断 应该知道直数的定义吧 不是 直数 不是 简单讲讲应该都知道了 只是说可能都忘了 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的 有没有 1和自己本身以外的 中间的数字 不能被1和自己本身 中间的任何数字整出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直数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20的话 第一个1一定会整出 2有没有整出 2整出 所以20就不是直数了 OK 自己嘛 那比如说17好了 17是不是直数 对 17跟1都可以整出嘛 对 但是不要管 那2到16 2到16 能不能整出呢 2可以吗 不行 一定有余数嘛 对 3 也会有余嘛 4 所以你会发现2、3、4、5、1到16 那就17就是一个直数了 OK 我应该懂这个意思吧 是17除以1、17除以2 对 除以就是前面的任何数字之后 有没有余数 那如果没有余数 那就整出了 OK 整出了 那表示它就不是直数了 所以 除了才是余数 就是不会被它前面的 任何整数 整出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直数了 所以如果假设我要写一个程式 可以跟我互动 所以那个程式部分的话 我先产生一个 我先把这个程式 我先run一下 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这个结果的话是在第几页 这个是在第14页的地方 比如说我今天是否为直数 我开一个空白的给它 然后 假如这样我把它run一下 这个就是假设写好的程式 把它run一下 直行 那你会发现 底下就会出现什么 请输入一个整数 如果我今天输入20 然后enter 它告诉 不是一个直数 OK 所以中间要做一些事情就对了 至于这个中间怎么做 可能就是我们要想的 然后比如说输入17 enter 是直数 反正就是true跟false 4 就是输出是直数 不是就不是直数 那个逻辑应该知道吧 所以其实你可以按照 第一个一定要输入一个数字的地方 第二个的话让它可以 跑一个回圈 跑回圈 那回圈范围是多少 其实应该就是用4回圈就OK了嘛 有没有 从那个 第一个不要 从2开始 到什么呢 自己本身以外的前一个数字 让它除除看 有没有余数 如果余数为0 那表示 它能够被其他的 这个整数给整除了吧 对不对 那它就不是直数 反思就是直 反思的话就是直 能够被其他数整 那不是直 反思就是直数 诶 程式该如何撰写 底下的话我们就要讲这个逻辑 应该可以懂我在叙述什么吧 所以我要把我叙述的 跟我要让电脑去判断的这些 这个两者之间呢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做一个 程式的撰写 所以底下就写这些 OK 那请各位想想看怎么做 当然了你不要一直 这样马上被我上面的答案给限制住了 没关系 你可以用你自己可以理解的方式 来撰写 那里面的话 应该都有学过 包含什么呢 包含第一个input 有没有 请输入一个整数 有没有 那因为输入的话是一个文字 所以我必须要外面加一个int 那输入完之后再跑回圈 如果能够被整除的话就是什么 加一个百分比 percent 有没有 percent如果等于等于0的话 那表示呢 他就被整除了 那就不是直数了 OK 反之就是直数 OK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 当然这个不是标准答案 还有很多其他的写法 OK 试试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什么写法最好的 就是你自己想出来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刚开始程度还不够 没关系 你先参考 模仿没关系 最好是将来 你可以一个逻辑叙述讲完 你程式就写出来了 OK 想什么 程式写出来 那当然是最OK的 为什么 因为你每天的工作就是在 就是一连串的逻辑判断 对不对 然后你要把整串呢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人就是什么 自己就当成程式在执行 滑鼠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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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Ctrl-V Ctrl-V Ctrl-V 那如果你会写程式的人 你就哪个范围回圈跑多少次 对不对 然后做什么样的逻辑判断 把什么东西放到哪个地方 如果中间需要把资料暂存的话 那就放在变数里面 然后需要计算的话就计算完毕 可以再丢到那个指定的位置上去 不就OK了吗 所以其实都是一连串的动作 只是说如果不会写程式的人 就变成你是一连串的滑鼠键盘动作 对不对 你变成像机器人一样 但如果你会写程式的人 就是一连串的把所看到的这相关动作 变成对应的程式 那就完成你要的结果了 甚至你要的报表 你要的图表 都可以很快的完成 有没有 甚至时间到这种自动做 OK 试试看 直触的判断 这一题其实也是一样 你知道以前也是C语言 里面也有 然后慢慢Java 慢慢可能写在python 其实大家逻辑都差不多 好 试一下